字幕提供 2點06分歡迎來到這裏二個小時的飛碟有一點 我是瑪莉 阿! 你剛剛是踢到椅子嗎? 對,我就是馬克 痛 痛 很痛 很痛 對 這個小時是我們的生活滅活大會 黑咪黑咪 下個段落一樣 我們會在菲力人魔王的 YouTube頻道來開箱 在下個段落之前這個段落 你有任何想要生活滅活的 也歡迎可以打電話或在 TedGren群組裡面討論跟分享囉 黑咪黑咪 我昨天又聽了一個 我昨天就是聽到那集以後 決定我要把這個頻道 離開我的日常 日文Podcast系列 他們就是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我之前在馬克星有抱怨過 只是為了學日文而聽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語調超頻 內容沒什麼靈魂 女主持人完全就只是一個 欸 そうですね 男生講什麼全部都そうですね 昨天那一集是在講 請問 他們收到一些問題 大丈夫 都黑咪 就是哪裡不一樣呢 大丈夫 黑咪 哪裡不一樣 大丈夫 黑咪 程度的不一樣嗎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怎麼會問我呢 我不知道啊 你覺得有不一樣嗎 可是因為我們都不是日本人啊 所以我們可能說不出來 我只想說 就目前為止我們會怎麼區分 大丈夫 黑咪 大丈夫是不是自己 黑咪是不是對方的感覺 欸 先生 先生 對嗎 大丈夫 大丈夫 怎麼覺得一個對 哪一個對外 大丈夫什麼都可以用啊 因為大丈夫的適用範圍太廣了 你什麼都可以大丈夫啊 光聽到這頻道想說現在怎樣 對 就是有這種感覺 就他們兩個在討論的時候 你們有想好嗎 呵呵呵 你們知道嗎 就雖然你們是日本人啦 但我一開始把它轉成 就是有時候別人問我們中文 我們自己也都說不出來 對 譬如說 那個時候我就在講說什麼 沒關係 跟 還好還好 或是 沒事沒事 沒關係跟沒事 對啊 有差嗎 你要怎麼解釋 I can'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I can'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要給你們滿滿的愛 要推薦最近 應該這幾天都還是在Netflix的電影排行榜上第一名的 是一部中國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呢叫做 《孤注一職》 在講的就是詐騙的故事 是不是大平台也有去演 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呢 在 他已經變成大平台了嗎 對啊 在去年的時候 很 很多人就是要去緬甸啊 櫃寨啊 然後去那邊工作嘛 就海外詐騙 然後去了以後呢 都發現 可能會被 獨打啊 護照沒收啊 然後那邊是一個很恐怖的園區啊 這部電影其實就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 他其實 Focus在 不只是 有一些人被騙過去 呃 這些人可能在 自己的國家 找不到什麼工作 或是可能被認為是 知識水平比較低的 所以就只能做一些比較 呃 比較不需要 不需要 資格的工作 會被騙過去 被高薪引誘 然後這部電影在講的是 就算你可能是 某一家 呃 科技公司的CTO 或是科技公司技術人員 嗯 比如說你 假設你是什麼台積電工程師 你都還是有可能被騙 嗯 還有你可能是 某個廣告公司的知名模特兒 就到處都可以看到你的臉 嗯 你還是也有可能被騙 嗯 等等之類的 的這個故事 然後我就覺得 呃 平常在節目上面 或是在自己的自媒體上面 講了再多 詐騙的例子 嗯 都不如 直接有人把它拍成一個故事 嗯 大家一起 去看吧 因為他到了第一名 然後大家都一起去看看 看了以後就會知道說 喔 原來詐騙是這一回事喔 嗯 來的傳播度來的廣跟大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 對詐騙議題好奇 所以點這部電影嗎 我那個時候是因為 剛剛第一名在演什麼 嗯 好像是因為他剛好也在第一名 然後Netflix就是演算法推播了 我就看了一下 對 9月份的最後一天 就是要聽這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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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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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